苹果小7日常扩容一波 一台32G的小7扩容128G 那么硬盘已经翘下来了 那么咱们已经将原始硬盘放进了测试架 来准备读取硬盘的资料 进行个备份 那么原硬盘的数据备份成功之后 那么咱们再放入新的硬盘 将刚刚备份的一个数据写进新的硬盘里面 OK 资料写入成功了 那么咱们来取出硬盘 OK 接下来咱们给这个新的硬盘 给它直上小7 用我们的小刀刮上一刮 完了 用快克2008将它吹成小球球 OK 完毕 那么咱们把这个新的128G的硬盘 给它装回主板 然后装上手机进行一个刷机 刷机完成进入设置看一下 128G满满灯灯 这一条材料 我都可以试试 那我们先试试